詞曲 李宗盛 爸爸媽媽就帶我去一個鋼琴比賽 然後我太小了 又難度了就沒有練習 所以就真的比賽的時候就彈得很糟糕 非常爛 所以我一從房間出來的時候 爸爸就開始罵我 那都是他們姓祖之前 所以脾氣都還是怎麼樣 媽媽是鋼琴老師 你怎麼可以彈得那麼糟糕 我都很丟臉啊 所以我當然就很嚇唆 然後我也是很固執的孩子 所以那天一結束我就跑向媽媽 我就跟她說I quit 就是我不再彈了 12歲的那一年 爸爸就做了一個夢 然後在夢裡面 他是一個恐怖分子 然後他的武器就是口香糖 他越繳那個口香糖 就會越有爆炸力 然後就吐出來 然後把人殺死 後來他一閉眼睛他就回到我六歲的那個鋼琴比賽 就看到那個事情發生 就是我從房間出來 他開始罵我到我的那個臉色 然後因為那樣子我就不再彈醒了 他就發現原來我真的是個恐怖分子 就是原來我的話真的是會傷害到別人 然後也是會讓他們 或者讓他們的夢想死掉這樣子 所以那天早上他就有感動 他就到了我房間就把我叫醒 然後就說 Melody 我昨天晚上做了這樣子的夢 然後 你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發生了事情 我說 好笑好你記得 然後他說 那你願不願意原諒爸爸 OK 好 然後他就請我按手在他頭上 然後祝福他 然後修身 祝福爸爸可以成為很好的爸爸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也就按手在我的頭上 祝福我 然後就是砍斷這些話語的咒詛 然後那個暑假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會有一個阿姨 她就來問我 She was like Melody 她是負責兒童的 她就說 Melody我們這暑假要辦一個兒童營 你要不要來寫我們的主題歌 兒童營的主題歌 然後想說OK 反正就試試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也就想說就試試看 然後真的就寫出來了一首叫 I know who I am 因為我也是兒童 可能我那時候也知道就是 這就是我們需要的訊息 就是I know who I am 那神要怎麼讓我們可以更知道我們的身份阿 身份阿 身份阿 我們的兒童都很會唱這首歌 然後都還有動作阿怎麼樣 So 就很奇妙 那就那暑假就開始寫了 然後就一直寫這樣 然後就一直寫這樣 我就會寫很多筆記嘛 然後回家我就會 就會希望把這些感動把它變成一首歌 或者就是在即興的時候 在敬拜的時候 在秦日如的時候 如果即興有一個副歌 我很有感動 我覺得也可以把它編成一首歌 我覺得我一直寫歌就是 就只是純粹就是 每一筆是我當時對神的禱告 或者當時的感動 是人家要我寫的 那那個的話就真的要去做一些研究阿 去做一些research阿 搜集很多東西 yeah 然後從搜集裡面的東西 再去找靈感 應該我是十幾歲的時候 maybe16歲的時候 才真的我覺得很大的遇見神 或者第一次被聖名充滿 可能也不算是第一次 但是就是有一次的 我就很記得有一次的敬拜 然後在一個特會的時候 年輕人特會 然後我就跪在那個台前 因為台就在這邊 然後我就跪在那邊 面對那個牆壁 然後我就記得那次就有哭泣 就真的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神 所以我會覺得我真的遇到神是16歲的時候 但那之前其實去了教會很久嘛 yeah 但是for me 我真是感覺到神是真實人 然後我願意 擺上一切 的那個經歷是16歲的時候 yeah 然後我都很喜歡鄭子希阿 因為我知道她好像也是紀錄圖嘛 然後應該我真的是YouTube上 第一個翻唱她的歌 所有音樂設備阿 細材阿錄音這個 甚至剪接視頻就是 都是自己摸來的 過程我就是 You know 高中畢業 我就在教會全職了嘛 在募主之後我就去了Bethel三年 所以我就去了IHOP教書 IHOP教書 IHOP教 differences